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光潭 今天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个在法国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传统美食 就是布豆腐法式蔬菜牛肉汤 那我们做这道菜我们需要四种肉 牛尾,脚原蛋白比较多 牛腩,就是带一点肺肉 还有这个牛肩,法纹脚白红 就是里面有一层筋的 炖的时间长特别好吃 还有这种就扭过水了 那我们做这道菜,肉的部位也是可以缓 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版本 主要是要有一些是脚原蛋白比较多 比如说牛链之中 还有一些有点肥,像牛胸这些也是可以用的 还有一些比较瘦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三种不一样的口感 那做这个菜的必备蔬菜有白萝卜,大葱,胡萝卜,还有土豆 那我们在法国也经常会加这两个 这个是青菜根,这个是皱皮橄榄 所以这个是相当于我们法国的大白菜的,很常见 洋葱对半切开 现在把洋葱切的那一面放到锅底 不用放油,我们直接煎到糊了就可以 那现在颜色上好了,黑了就像炭一样 那你们这样看起来肯定感觉 哎呀,会很苦的,有那种胡椒的味道 其实没有的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糖有一个漂亮的酵糖丝 然后会增加一下氛围的,但是不会苦的 那我们现在在大锅冷水放牛维 牛煎肉 牛腩 牛腩 先把它烧开 烧开之后,把上面的沫撇干净 那先加那些胡椒的洋葱 有一个我在里面插了六个顶香 然后加大蒜 黑胡椒梨 然后加法社香料堡 里面有香叶,百里香和荷兰锦 最后加盐 那现在转到最小的火 然后就慢慢煮两个小时 经常过来撇磨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煮了两个小时 菠菜当中,我撇了几次磨和油脂 我们现在到下一步 就是加牛骨髓 骨髓上面我加这样一个小绳子 就是比面里面的骨髓倒出来 现在加胡萝卜,整个去皮就好了 再加白萝卜,就这样大块 那我们现在下火继续煮三十分钟 那我们现在加起来已经过了两个半小时 我们现在在里面加青菜根 还有土豆 再加大葱 最后加这个皱皮橄榄 那我们现在就再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道菜总共煮了三个小时 我们现在把东西烙出来 那我们现在食材都烙出来 我们现在就把糖汁过滤掉 就可以吃 那我们现在这个菜做好了 有肉,有汤,还有蔬菜 这个汤是很咸 但是因为汤好喝 就肉是偏淡的 如果肉是有足够的味道,那汤就太咸 所以我们一般上这个菜 会搭配一些黄芥末盐和胡椒 这样可能可以自己再调味一下这个肉 然后我们骨髓一般是会搭配这样的一些烤面包 这样就把骨髓挖出来 再塞一点盐,胡椒 然后就可以自己吃了 再塞一点盐,胡椒 然后就可以自己吃了 所以就很考验这个肉的品质 然后这个吃法也是蛮有流程的 就先吃一点骨髓 竹菜面包有点做开胃小菜的那种感觉 然后吃一点肉 然后吃蔬菜 最后喝汤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 拜拜